好,那现在我们学习的,我们是假如是我们开始比赛,那我们新手第一次过来,先下,我不知道怎么那个规则的吧,每个地图都不,每个地方地图的规则稍微不一样,我们可以有两个意思是,一个是处事地图,还有仿制地图, Starter,Counter Pick,这两个,但一般是怎么做,是先我们是特别重视的话,我们叫Secret Order,这个意思是我们隐藏角色,不要说角色,对,那就是怎么做,比如说,我使用的角色是,比如说Link,你是使用是Sore, Sore,但是我们俩第一次见面,那可能我们不想,不想说我是,我用谁,对,我用那个角色,对,那有一些地方是一般都是角色,可以在手机里写,然后一二三二这样的感觉,对,但如果你无所谓的话,先说,啊,我用林克,嗯,然后啊,我也用Sore,对,这样来开始了,然后就开始石头剪刀部,嗯,对, 所以说石头剪刀部的话,把石头剪刀部,OK,好,胜利了,一般是胜利的人是半一个图,对,半一个图的意思是,嗯,对,半一个图的意思是,嗯,对,半是我们说出事地图,出事地图是我们的北京的规则是五个出事地图,嗯,呃,战场,小战场, 呃,地图,地图,还有那个,Town City,不是Cown City,是Holo Bastion, 哦,Town City,对,Town City和Holo Bastion,所以五个地图,五个地图当中选择一个地图,对,比如说,那我要办, Holo Bastion,这个意思是,我们不能选择这个地图,嗯,然后,出的人选择两个半,对,那我不要Town City,然后不要重点,哦,重点不是,我不要,呃, 呃,Pokemon,Pokemon,对,所以现在Jonathan办掉是存在于街道,Town City和Pokemon地图,Pokemon图, 所以这个,他们俩,他是办两个,我办一个,所以我,然后我是石头剪刀部兄弟,所以我选择,嗯,但是选择的时候注意是,只能选择是,这个不能选,这个也不能选, 对,然后我办的地图也不能选择,对,那我剩下的是战场,或者小战场,对,所以我可以选择两个练活力,那我比如说,那我来战场,对,然后,打了,打了之后,我胜利了,耶,那个时候,1比0,1比0的时候,我们可以再次进行半地图,嗯,但是半地图, 之前是,我们可以选择是,是先犯地图,还是先决定角色,对,对,比如说先决定角色的话,这个时候,输的人先不用选,对,我选角色,对,比如说,啊,我刚才我用灵克,那我可以说,嗯,那我是使用灵克吧,嗯,然后可能,对方是,呃,灵克的不好的角色是什么什么,可以,他可以换, 但当然一样的角色也可以,嗯,那比如说,我赢了,那我继续用灵克,嗯,你用是,索拉,好,然后,呃,我进行半调整,嗯,比如说,我要半,呃,北京规则的话,半三个,三个,对,但有时候,有的地方是半两个,嗯,但是我们是北京地,就是半三个,嗯,然后有点注意是,这个时候, 然后增加是,呃,Counterpiece,对,对,反制地图,所以还有,重点,重点层出现,还有,卡罗斯层出现,还有,Smashville,Smashville,Ventence层出现,然后我三个可以选择半两,那比如说,我是,当然是可以,这个地图也,这个地图也都半两,嗯,那我就可以选择是,Smashville,嗯,然后这个也不要,嗯,然后, 这个也不要,嗯,那我就三个选择半完了,半完了之后,纽纳桑,你可以选择定,嗯,那你没有变,Holo Bastion,所以我们就去哪里,嗯,对,好,那我们,用Holo Bastion来打,嗯,然后角色已经绝对,对,好,然后,如果我赢了,那就阿比丁就结束了,嗯,但是,如果纽纳桑,嗯,但是,如果纽纳桑,对,纽纳桑赢了之后,我们可以叫1比1的状态,这个状态的话, 还是反过来,对,我是现在选择的地方,但是,也是角色,对,可以选,所以我先决定角色,然后你再选择,对,然后我说我ban,三个,然后你再选择,对,嗯,对,对,就决定三个,三个,然后你再选择,对,嗯,对,对,就决定三个,三个,反一下,那,终点,嗯,嗯,呃,小江强和卡罗斯,对,那我可以选择是,嗯,那我就,Bepskin,Bepskin,江强来选择吧, 然后我们立场上,然后我们达一下之后,嗯,我商 integrate,那就2比1,谢谢,对,还是如果是呃,Bop,那就是继续,就继续,对,对,Bop的话,我们可能看一样, bo5是先胜三胜就可以,所以我们现在啊,对2比1Bop的话,我们再次打一道,对,这样,就一样的,然后结束之后,啊,谢谢继续,对,对,就九九,对,然后一点点, 我们北京没有采用DSR DSR是英语是好自带 Dave's Stupid Rule What's literally what it means It's Dave's Stupid Rule OK 这个意思是比较突出 那什么样的规则呢 比如说BO3BO5SteelDSR Yeah generally 这个意思是先胜利的人 比如说我刚第一场是构金刀部 然后我选择是Ballofill 然后赢了 Yeah 1-0 以后不能选 对 赢的地图是以后 斯兰没有被放掉 也我不能选 对 比如说我赢了1-0 I can pick up 对 输的人能选 但是赢的人就能选 赢的人 对 对 所以我是赢了Ballofill 战场来赢了 但是Jonathan说 然后1-0 然后Jonathan赢了 然后1-1 然后Jonathan是搬掉 除了战场之外 都搬掉了 然后啊 我喜欢的战场 还没搬 OK 我有机会 我用这个 我用战场 就不行 不行 但是听说DSR是许可 可以Permission 对 可以问 对 可以问 如果对 对手说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对 所以DSR是因为有点规则 稍微复杂 而且有的时候 忘记了第一场所 哪个地图是赢了 所以我们一般不采用 对 但是如果你们 估计是留学呀 还有去海外参加 Smash的时候 有一些地区 都有DSR 还有这个值是 之前Mellet 对 是第二代的Mellet 但那个时候 因为Mellet的地图 是比较少 然后 非比这个 Ultimate 像明镜的地图的因素太大了 真的 比如说 Yoshi Story 是有人叫Mars Story 对 就是Mars Mars 特别强的地图 重点 也是Mars很强 那样的也有 所以就是DSR是存在 但是Ultimate 不用 对 应该不用 所以我们也不适合 还有 因为现在我们有 你能每次你英文 还能变 变掉三个 所以这个 还有DSR 还能变掉 变掉四个 这个太多了 所以一般是这样 但 我们是三个班的 那个规则 但一般的 地方是 两个班 然后七个地图 那么 这样也很多 所以嘛 你看看 嘛看看吧 只要是你们知道 这个 你先下过来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玩的话 你可以知道这个 对这就非常开心 还有 所有人 就一无明白 就问一问 我们可以帮你 是 对对对 好 这个是地图的 爽 爽 爽